我跟你講 不要想不開 認識這麼多年 你們可能都不知道一件事情 以後今天這次之後 所有的節目上都會知道 怎麼去對付他 他 你也知道 我們這個戰友 我們熟到已經不能再熟了 但是他的胡說八道的方式 也是一樣 胡說八道 我跟你講 其實他也是會把故事 就像跟他一樣 扭曲事實 我倒覺得 這麼久以來 瑪利歐這次講得最真實 沒有 你放屁 你講的也沒有幾個是真實 你是看著我一路走了 對啊 等一下 瑪利歐從來不打狂語 看一下我的名字 我的名字 你等一下 你要把它綁起來 為什麼 他們兩個感情真的很好 還玩這種遊戲在我們節目上 塞恩愛 對 你要拿蠟燭了嗎 我跟你講 你只要聽他講話 你把他手腳綁起來 他不會講 為什麼 他沒有肢體語言 你試著講他看 你繼續罵老潘來 他沒有辦法講話 他只要沒有那些肢體語言 他是沒有辦法講話 人家是演員 貓被貼貼紙以後 總都會挖一邊一樣 所以我現在必要把前面的事情 我先講一遍 第一個很簡單 我們出去玩 帶著老婆小孩 是不是一定要讓老婆小孩 做好一點 吃好一點 因為不是常常出去 也不過就是一年出去那麼一次 飛泰國也要四個多鐘頭 三個多 三個半 四個多鐘 回來的時間都會不一樣 那你去 我難得我一年兩年才出一次國 我跟你們平常不一樣 我只有在過年的時候才有放假 我平常時間沒有任何的節日 是可以放假的 他難得跟上了 那我說好 我難得跟上了 我就買商戶 是我揪你的 你揪我什麼東西 我就跟他講說好 我現在就帶著他去 那我說那這樣好了 那我們居然是再出去 就讓老婆小孩做好一點 我就買個商戶裝 不行了嗎 你太貴了嘛 我沒有辦法 為什麼你說商戶裝 我說難得那麼一次 那沒關係 我說好 你不用買 我也不買商戶裝 為什麼 因為我商戶裝我可以進VIP 他不能進去 他會一個人在外面 他就會看著會在那邊一直看 我不能在別的地方等 我就覺得難過 我要在你旁邊 為什麼他在那邊 因為他在那邊 不能進VIP 然後他會叫我說 他會發訊息給我說 你幫我拿一些什麼什麼出來 我會這樣的人嗎 那個機場那裡有別的地方可以坐 有喝口 還有咖啡可以喝 沒有 你是完全不了解 他的省跟他的Call 你沒有辦法去想像 2萬1 那你可不可以拿這2萬1千塊錢 你到泰國去好好吃一點 買一點 OK嘛對不對 對啊 因為你已經省了這個2萬1 那2萬1還是要把它花掉 我會帶他去吃好吃的 我帶他去逛那些 該買的那些商家 他不要 我看不上眼 你我看不上眼 這個4千塊太貴了 我看不上 這個我沒有辦法 他要買那種花車 就是那百貨公司會推車出來 他就比較節省 他就節儉 對啊 對 是節儉沒有錯 可是你出去外面 真的在玩 我知道 我懂了 馬哥 沒有 馬哥就是那樣 他就很開心了 我就很開心了 每個人快樂的方式就好 老師 你給我一半半鐘 可是馬哥開心 馬哥開心 他老婆小孩開心嗎 因為他老婆小孩不開心 對 如果我們一年只能出一次國 或是兩年出一次國 然後走哪兒都會有一個大傻門說 差1千塊 差2千塊 不要走 那我們要發瘋了 就是 就乾脆一點 老婆跟小孩要進百貨公司 馬哥把他們拖走 去拖堵拖 對 就是 我對他好不好 你自己問他 是真的 這個時候你平常真的好 所以潘老師也是在 好像就是在 帶你一起覺得說 對 可是潘老師 其實老師 我有 其實我是 花蓮的時候是我的 一下下 是我的 好 來 花蓮怎麼樣 花蓮不得了 我們雖然是去玩 因為市長跟我講 請我去那邊幫他 等一下 那個 花蓮市長 繩子幫他鬆綁一下 讓他感覺好像犯人 好 你講你的 來 那我帶他們去花蓮 可能人家都會安排 所有的行程 所有 我們所有行程 就是一條龍 完全人家是安排好 我們是照走而已 他沒有幫我買一般的車 他可能幫我買騰運號 就是比較好一點的車廂 裡面有吃吃喝喝 全新的 對 全新的 但是 我跟你講 他吃吃喝喝送的那些東西 他真的有一個 就是沒有辦法原諒的一個習慣 他會把人家 騰運號裡面 車廂裡面 所有的衛生紙跟毛巾 全部拿走 不是 有些東西是可以拿 那個一條毛巾能多少錢 我不是 他拖鞋都可以穿走 這個拿毛巾就算了 如果你去人家店裡面吃東西 那你怎麼把他廢套 廢都拿走 這個不會 OK 你現在上廁所 他把你滾筒了 整個毛 整個衛生紙全部給你拿走 你會怎麼樣 難怪有一些飯店 現在會把那個肥皂 黏在台紙上 對 因為有些人會把整瓶拿走 過了 我們去餐廳裡面人家吃飯 人家都知道他有這個習慣 所以一剛開始去 會把那些紙巾都先收好 藏起來 然後他去都找出來了 然後上完廁所 後來一整疊在他口袋裡面 你不要看這種東西可以省很多 至少一年也有五百萬 所以你不用 他一個月只有四 五十萬 但是他必須 他就必須省這些東西 他真的到哪裡去吃 他會把人家 譬如說 我們去五星級的餐廳 在花蓮裡面 人家很安排 非常好的 他把人家放椰子那個碗 也給他拿走 我沒有幹 我就問 我說這個碗 我能不能拿一個 他說可以 那肯定是說 馬哥你要的 好好 你拿一個去吧 不是 我覺得潘老師 你被你的面子壓 你被你的面子害死了 我沒有面子 你去逛精品店 好像繼續逛一逛 不帶點東西走 他覺得沒面子 不是 所以他一定要帶東西走 其實你們兩個都很極端 一個就是太面子 一個太節儉 他去精品店 綜合一下 一定會買嗎 對 我會買 你一樣的眼睛 你不需要 你根本要包色的 而且衣服 那個眼睛是七 八千塊的 然後他買的時候 我沒有買 他會覺得說 我買了 我花錢了 你又怎麼沒花 他生日的時候 我還送了他一支墨鏡 就是因為我去買給他的 他去星巴克捨不得 他一直講說那個星巴克那個杯子 那個杯子上面有一隻老虎 這個杯子 我知道了 我想這麼做 我等那個杯子 等了很久 我捨不得 我等太貴了 多少錢 三百五十塊 他們是絕費 這樣子 因為你這樣子一直唸 其實你 三百五十塊錢 一個杯子他買不起 我這個Keylon旁邊 我都難過 馬哥最有錢 所以都是你三百 其實我是感動的 我們在花蓮 我看到那個獅子座的杯子 其實那個不是三百五 是一天 九百五還是多少 然後我捨不得 我說 他真的幫你當我兒子 我終於等到了 後來我們就走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等一下 然後他說助理幹嘛 我說趕快 結果助理就拿 他說你下次帶潘老師去看房子 對 這房子很好 他就帶我去看房子 他帶我去看地 他覺得他對我的好 他覺得是好 可是對於我們是壓力 突然就說 Mario你來我家 我拿個東西給你 我說什麼東西 我想應該是水果吧 一來 超過五十公分的魚 人家特別是 釣了兩隻大的魚給我 那要怎麼吃 你要切一塊一塊才能冷凍 當然要切 它會弄 我所有的水果 水蜜桃 還有一個大梨子 那個叫什麼 甘露梨 對 最近是很大 我只要有的 我都拿一顆給他 我都會分他 我現在講所有有的 瑪莉歐 瑪莉歐真的是把潘老師當爸爸 今年父親節的時候 瑪莉歐也拿了一束菊花去送給他 你拿菊花 菊花 我們要問Angus老師 他們兩個的性格 到底怎麼會這樣子 又愛又恨 其實他們兩個類型 只差了一個字 但這個字卻天差地緣 我們來看 MBI屬性 ESFJ 潘老師是ESFJ 那瑪莉歐是ESTJ 雖然從SJ 只差了一個F跟T 看似是理性感性 只差 不是差得很大 我們用演藝圈的範例來舉例好了 我們以潘老師來看 Jennifer Lopez Lisa J-Lo 或是Lisa 或是Taylor Swift 他們三個給大家想像到的 共同特色是什麼 上台都閃閃亮亮 看起來 都要以她為重 可是私底下的時候 Lisa超喜歡糾結妹 J-Lo跟Taylor Swift的愛情 永遠都不會間斷 你會發現 對 這個類型的人 J-Lo最近又要離婚了 怕寂寞 又有老大的氣質 所以這個時候身旁 是不是要常常有小弟小妹在 所以跟他們相處的方式 她愛熱鬧 有時候你要懂得配合 那我們來看瑪莉歐的 我們舉的例子就差很多 凱莉米諾 凱莉米諾 可能對年輕朋友來說 她是上一個時代的天后 可是她有過一個低潮期 得了乳癌馬 而動過手術 可是她後面又付出了 做了很多工藝 或是像賽 賽是誰 Gangnam Style 江南大叔 江南大叔 或是J-Y-T就是 你不要看那個江南大叔 他的演唱會都是幾十萬個人在唱 很誇張耶 沒有現在 他還在靠這首歌 現在還有 現在 韓國超 對 超紅 其實某種角度來講 賽就是現今寒流的十足 因為他帶起世界風潮 但這三個人有一個共同特色 就是曾經都有非常低潮 那所以呢他也提醒 這個類型的人 ESTJ 適應力超強 他對於就是在這種 爬起爬落的事情 其實看得很爛 我很能吃苦 我非常能吃苦 能屈能伸 那因此這兩個人湊在一起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一點是 我們來看呢 衝突點 兩個都外向 對不對 對 那兩個人都是S 都是理解 都可以彼此理解 可是第三點理性感性呢 卻在出去玩的時候 或一起做事的時候 一個人用感覺做決定 對這個 比如說今天我們去旅遊 我就感覺這個地方很好啊 為什麼不花錢住最好的房間呢 對 為什麼不花錢做個SPA 順便去游個泳 還是本身 齊重機做最好的當局 那瑪莉歐就是用現實來決定 對呀 我有多少 口袋有多少 我看看我有多少 我們量力而為 那如果是在兩個人經濟狀況都差不多 他們相處沒問題 可是兩個人如果對用錢觀有差別的時候 他們就會一個是用感受決定 因為用現實 所以這是他們兩個最大的 我覺得其實兩個人真的 真的很好的朋友 親錢的價值觀 我是沒有真的看那麼重的 其實其實我上個月是生日727 我是獅子座的 然後我很喜歡一款墨鏡 可是我因為近視野我沒辦法戴墨鏡 我必須要戴隱形眼鏡 他說我要買那個牌子的墨鏡 我要去逛一逛 你陪我去逛 實際上 實際上他是想要 你選一隻送我 他很大方耶 但是我沒有挑 我說我真的不需要啊 下一個結論就是 瑪莉歐你應該讓他有三個原因 應該讓潘老師三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潘老師比較感性 他當下要送你的時候 你就接受 不然我又不爽 你接受 不是 你硬要在那邊唱反調也是 感性 他自己戴了一個是 假的 他戴一個假 他戴一個假 他說 這個就是 然後那個店員在看說 你那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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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他說 奇怪 這個標誌怎麼不太一樣 對 瑪莉歐有時候個性很便利 有時候人家對你的好意 你就接受就對了 對 你拒絕人家的好意 反而惹人家不開心 潘老師的F人格 其實是有點強迫症 最後一個理由 你要讓他 第三個理由就是他比較老 有點強迫症 所以 有人說 潘老師到底是 癌人還是癒人 都不是 他是老人